袁偉豪、呂山 這天齊齊出席聖誕活動 雖然快聖誕節 不過工作多到 沒有停手的Benjamin 就沒有時間放假了 因為他怕回來 大家會認不出他 暫時還沒傳 因為其實現在都在拍攝《試圖行者》 差不多賣美了 賣美還有一個星期的事 緊接我就要準備 明年的舞台劇的菜牌 所以如果在這段時間 好像放幾天假又不是很足夠 但是如果放個長假 又好像又怕對不起大家 大家要排戲 一陣子很合適 如果放大假可能就會不同 對 我真的會 每天不斷吃 又不做運動、不跑步 樣子又肥腫難分 我也會的 所以現在真的按了節奏 是個狀態 做完舞台劇才放假 Benjamin憑著鐵探國族 第26屆華鼎獎的 中國當代題材 電視劇最佳男演員 這也是他首歌 在TVB以外的地方 所獲的獎項提名 除了感恩 他也很受寵若驚 面對著其他那麼多那麼優秀的 就是內地的演員 我絕對是覺得是很開心 但是也都覺得受寵若驚之外 也都有一些受之有愧的 但是都很感恩 也有一些人士會看到香港的電視劇 欣賞香港的藝人的工作 這個我也都 另一方面也都很滿足 另一方面也很有滿足的感覺 因為在TVB以外 這個也是第一個獎的提名 不論是星馬的 就是TVB的提名之外 這個是第一個獎項 所以在我的事業上的旅途上 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刺心歌手鄭錦昌 在11月29日因病逝世 跟他合作當年的生姐 對於好友離世也深感哀傷 原本想借著去吉隆坡工作這個機會 跟唱歌見面的他 也跟唱歌圓坑一面 而殿堂級音樂人黎小田 也在12月1日因病離世 生姐說到跟固有的點滴 都難掩哀傷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跟唱歌一起演出 是他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 已經跟他一起演出 一直on and off 都很多時間會跟台演出 就前幾年他在香港做過演唱 我也有份跟他合唱 所以雖然知道他病了一段時間 但始終一個前輩 老友 都會覺得失落 平時來說 我也有跟Michael那個聊天 因為他很多音樂上的知識 經常都會提點我 收到這樣的消息 我好像接受不到 因為他的歌曲實在太深入民心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愛他的事